- 随着11月制裁期限即将来临,伊朗原油出口量继续下降,根据汤森路特数据,19月份前半个月,伊朗的原油日出口量为133万桶。 相比之下,9月的日出口量为160万桶,而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前的4月份,这一数据为250万桶,美国政府在5月份退出伊核协议,8月恢复对伊朗金融、汽车、矿产等领域的制裁,将在11月初恢复对伊朗经济支柱能源和其他领域的制裁。 - 目前,韩国已经停止进口伊朗原油,一位匿名石油业人士称,出意大例外,其他欧盟国家已经停止进口伊朗原油。 - 为了应对伊朗原油出口,稳定国际油价,同时也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。 - 沙特等国,已经开始提高石油出口量,为了促使易度这个伊朗原油的大客户停止进口伊朗原油。 - 沙特答应在11月,额外向印度提供400万桶原油。 - 伊朗此前已经通过价价等措施来促销,但很不幸,价价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 - 目前,除了伊朗自己的邮轮队,几乎已经没有其他国家的邮轮来运输伊朗原油。 - 任后购买伊朗原油,或者与其有关的公司和个体,都将受到美国政府制裁,不仅无法继续在美国境内开展业务,而且也无法使用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,后者实际上就是被提出国际金融贸易体系。 - 近日,伊朗出台了新的应对措施,路透社员引伊朗邮轮公司,被一位匿名消息人士声称,一,伊朗正在向中国大连运送创纪录的2200万桶原油,而此前伊朗没运送了大量的原油,最多不过300万桶。 - 伊朗方面表示,这些原油不过是储存在大连的商业储油设施,并未决定具体买家,此前伊朗也这么做,随后将储存在大连的原油出售给中国,韩国或者印度。 伊朗邮轮公司和大连港并未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,但路透社车,一位知习内幕人士透露,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,并未期待任何伊朗石油抵达大连。 中式化已经减少伊朗原油进口,中国可以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油,避免制裁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和政治压力。 根据目前的信息,印度和土耳其,希望能继续购买伊朗原油,并正在与美国谈判,希望能获得赦免。 但美国政府并未做出让步的意向,内因决定本质,外因促进变化,美国对伊朗制裁,进一步恶化了伊朗国内经济,尤其是对伊朗经济命脉石油出口的打击。 伊朗目前经济实际上已经衰退,物价暴涨早已恥不争的事实,伊朗利亚尔持续贬值,正让此前被经济发展掩盖的诸多政治、社会和宗教等方便矛盾暴露出来。 即便伊朗政府加强信息管制,依然有不少信息透露出来,库尔德人、逊尼派阿拉伯人、巴列文王党、义工等纷纷作乱,近期的事件就有阅兵士遭袭击和巴基斯坦边境附近。 14名伊朗安全部队成员被绑架,伊朗革命未对已再多,各地区投入镇压行动中。 14名伊朗 14名伊朗